您正在收听的是废柴大叔讲故事,精彩继续 众人的话根本没有让林凡分心,而是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 哼,我不管你是什么狗屁雷霆还是什么黑蒙长老,我劝你现在收手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林凡的话让不少人浑身发寒,可是雷霆的脸上并没有丝毫重视的意思,反倒是冷笑更深 哼哼哼哼,怎么,你现在学会威胁我了,不过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头子我肯自讲身份要了你的女人,那是给你面子,别他妈不知足 吵死了,风姐妹,这个人交给我,其他的人交给你们了 林凡说完之后,整个人就如暴风一般地掠过,恐怖的鼓舞之力,瞬间充斥全身 哼,居然是超武尊强者,还达到了四重 说到这里,雷霆的眸子里多了一抹狠力之色,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啊 要是再让你成长纪念,怕是连我都要畏惧你三分的 可惜了,木秀于林封闭摧直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不要打死就行 姚家三兄弟在听到雷霆的命令之后,迎着林凡就冲了过去 哎呀,风又,这林凡可是你们在江南八省的贵人啊 难道你们就这么看他被打成重伤 也依然接过话题,冷冷一笑 风又摆了摆手,鹿子谁手尚未可知呢 可话虽然这么说呀,姚家三兄弟的整体实力 那可是媲美五重超武尊强者 三人又是三胞胎,他们在配合的时候相当的默契 起码不是一个林凡能够抵挡的 哼,真是不剪棺材不落泪啊 也依然冷笑 现在他的心里的大石头算是彻底落了地了 这林凡绝对不可能撑过今天 想到林凡被抓之后江南八省的空白 也依然脸上的笑意更浓 他已经开始盘算在哪里建造黑盟分店了 姚家三兄弟的配合是极为默契的 起码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让林凡吃了个小亏 三人的实力已经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林凡已经只有招架的份了 哈哈哈哈,你小子也算是个人物 可惜你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狐村 猴子再厉害,他也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呢 说到这里,雷霆脸上也多出一抹兴奋之色 林凡那可是黑铁上的红人呢 他的悬赏可是一笔相当不菲的收益 不仅如此,这江南八省没有了林凡 那根本就是一盘散沙了 到时候重新建立起黑盟商会 那一想到这里,雷霆也感觉内心一阵燥热 舌头狠狠地舔了舔嘴唇 这地方可比湘河省强一百倍一千倍呀 林凡小心哪 风又还是喊得有些晚了 林凡被三人直接命中身体,倒飞出去 看这架势,恐怕也至少得在病床上躺上一两个月呀 好了,一起上吧,该收工了 哎呀,最近有没有踢台秀啊 这闭关太久,好久没有看到养眼的美人了 嘿嘿嘿 说着话,雷霆他居然打起了哈欠 看这模样还真的和叶依然如出一辙呀 果然是舒直两人呢 哎呀,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次的事情一结束,有一个超级大秀 而且我还举办了一个海边派对呀 到时候有七八个模特团体参加呢 叶依然对于自己表叔 那个是相当的上心呢 就连对他老子也没有这么体贴过呀 哈哈哈哈,这就好,这就好啊 不枉老夫为你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看了一眼再一次倒下去的林凡之后 也依然继续说 啊对了,记得把林凡的那几个老婆给我弄过去 他们的照片我可都看了 挺带劲的呀 哈哈哈哈 雷霆的年纪已经超过百岁 脸上就瘦得只剩下一层皮了 整个人一笑起来 脸上的皮一阵颤抖 看得人别提有多恶心了 你放屁 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 断了你的祸根 林凡的话音落下 整个人从地上再次弹跳而起 看这样子哪有半点重伤的意思呀 哎,这小子还挺能耐呀 兄弟们别留手了 快速地解决战斗吧 姚大对着自己的两兄弟低声地吩咐 这一次三人再也没有留守 出手进攻的全是林凡的要害 脖梗、腰泪、甚至还有眼睛 躲开三人的进攻之后 林凡一把抹掉嘴上的血丝 你们的实力我已经摸透了 现在该我反击了 谢谢大家